今天我們要報告的是以冰毒式行銷探討紅豆水行銷策略以一家星際為例 其研究的例如上 所謂的冰毒式行銷就是消費者覺得對象產品有用 並將產品訊息推廣給其他人 若接收者信任傳遞訊息者的話 會對產品較容易產生氣賴感 進而購買此產品來達到遺傳實實穿白的效果 由左圖顯示紅豆式高營養食物其中的甲有助於病量、消水腫、鐵、殼骨血、膳食纖維等資金腸道幫助排便 一家生技在以上4年運用於其他生技公司因此我們選為探討對象 一家生技於2008年成立並在2013年6月推出紅豆水 且在隔年內營收高達2年 SWAT與SWAT交叉分析 一家生技為市價率最高販賣紅豆水的公司 和並無自行實體店面且為在包裝上出處無視紅豆水如法達到解凍的效果 而台灣高販業恐怖發展 一家生技可推出半熟禮禮而來過大消費市場 另外由於環保一世絕起 一家生技可取得減少它如今認證來提升企業行業 STP策略 一家生技強調在市場合計最高保健的飲品與滿足需求 並鎖定於身消費者為目標市場 一家生技主打健康、養生、塑造出天然的企業行業 也強調品質及技術 讓消費者能區分一家生技的股重不同 形象四批產品策略 提供粉狀及瓶裝紅豆水 強調產品不添加化食物質 並提出生命感來提升產品可信度 價格策略 通路策略 一家生技紅豆水屬於消費品 因此適合採產產通路 且購買便利新高或產品即興配銷 實驗分析由佐塑顯示 知之紅豆水在色、香味均有於市場 其優缺點如剎 另外我們於2014年9月 事務日期五個月 以實驗組與對眾者方式進行研究 由佐塑可知 引用這支紅豆水的效果較為顯著 且通過受冠長者身份可發現 紅豆水可刺激腸道幫助排便 專家訪談 本子於今年1月8日元陽師進行訪談 訪談後發現以下三點 1. 紅豆可利釀消水腫 但飲用後脂肪是不變的 只能使其重膳食下降 2. 紅豆膚含大量的甲和磷 因此剩動能衰竭的患者不易飲用 3. 長期飲用紅豆水會使身體不足水狀態 因此故意長期飲用 困倦分析由佐塑顯示 消費者較信任 輕有推薦的產品 也可知道一家生技妥善運用地獨去行商 根據試驗與防談結果顯示 紅豆水運用達到減凍的效果 但仍然由一成的消費者產生誤解 一家生技紅豆水的產品品質 與產品效果的平均值為最高 因此可知一家生技採用品質較好 且成本比一般紅豆會無倍的吃小豆 加上消費者之外 結論一 一家生技率先入網路 及實體同路布局於天然一品市場 善用消費者口碑來達到宣傳效果 成功將病毒市行銷發回極致 2. 透過問卷調查 亦有一成的消費者認為 紅豆水是可以減重的 但精油和專家訪談後發現 紅豆水和減重其實並無絕對相關 但一家在包裝上標示不清 擋著部分消費者不解 3. 刺激紅豆水在色、香味上 均用於市場紅豆水 4. 精油本組調查 消費者對於一家生技的產品 均接近於滿意的程度 其平均值皆大於3 但一家人可強化其品牌傾向 為消費者滿意一度越高 就越容易給予產品提供給其他人 成功落實病毒市行銷 結論1. 給消費者的建議 應建立其紅豆水其實 並不能減重的正確觀念 並在選購商品前 事先了解商品的功能 並且檢查包裝是否標示其全 以免成益受損 給廠商的建議 1. 利用剩餘豆渣製成餅乾 如此不僅可研發新產品 還可減少浪費 2. 建立空瓶回收機制 或是採用較為環保的包裝 3. 克服良善與否 會影響到消費者的選購意願 因此建議一家 應該妥善運用顧客關係管理 才可建立起好口碑 4. 飲用冰水或是代謝力下降 且女性在生理期時 不易營用冷飲 不建議一家 可以超商合作 推出適合放置於熱飲會的包裝 謝謝大家的靈魂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